角度 起点 起点在哪里 起点是相对于四分点追踪过来 所以你可以先移到四分点上面 然后移到四分点之后 然后往这个方向会出现虚线 告诉他说 我是四分点在往那个右边追踪多少 70除以多少 6 就是四分点过去70除以6这个位置 Enter 起点找到 终点就是在哪里 四分点 然后呢 再来夹角是多少 就请你输入180 有没有 这边输入180 180 Enter 好 那这个画出来 对不对 那你想说那下一个怎么做 我们前面是追过来 那你在什么 70除以3 然后一直也可以啦 不过就很花时间 那比较快的方法 你可以用一个方式 就是前面有讲过比例 不过比例这个按钮只能做一次 你要换 就是两倍之后你要三倍 四倍五倍 你变成每一次都要再做一次 那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呢 有 交给一个方法 就是用测点 那测点怎么产生 特别需要 一点一下 就离开了 二 你要的测点 比如说你今天比例是要从 这边一直往这个方向一直放大的话 那你的测点就在这里 那怎么产生测点呢 接下来请你点一下 现在是蓝色 对不对 请你先按滑鼠的左键一下 把它变红色 它现在变红色 先点左键一下 再按右键 可能你们这个部分要稍微try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 左键 再点一下右键就有个清单 这个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个比例呢 有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按一下比例 点下去之后呢 再来 下面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 那你这个地方要做什么动作呢 因为我是要先怎么样呢 按照比例复制好几个 两倍三倍四倍五倍 对不对 所以请你先输入C C的话就告诉他说 C的话就告诉他说